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带你掌握全世界 端午節到了 明天連休三天 也是不過多一天而已 我們中國 很重要的節日 縱使別吃太多 我實在 這個 剛剛好覺得熱量也蠻高的 我們說實在有年紀 像我們這種有年紀就比較擔心這個 其實我平常也不太忌口 人生就是這樣子 但是還是要跟大家講 吃太多消化不好 歡迎你加入我NIET 我一直要跟大家講 包括我昨天也講過 今天還是再講一次 股市如果是多頭 假設你說2017年是多頭 2018年是多頭 從金融波報到現在 到現在都是多頭 但是也不會沒 一年裡面都是多頭 也不可能從1月1號 漲到12月31號來 這樣你通了沒 這過程當中一定會有 兩三個月 搞不好比較多 四個月都有可能 或者一兩個月剛好拉回 那有可能是前幾個月 漲了四個月拉回了一個月 然後繼續再漲幾個月 再拉回一個月 然後再到年裡再拉回 都有可能 但是不可能一整年都是多頭 這樣懂意思吧 那對我們來講的操作者 或者說我們代會員 當然跟你講多啊 我怎麼可能可能 明明知道他只是漲多了 拉回 也不可能跟你講空 那拉回 怎麼度過那個拉回的時間點 而且那個拉回的過程 你的股票不要受什麼傷 如果能夠小賺 那是更好的 你說老師你要賣到高一點 然後拉回什麼 不可能 不可能 不要要求老師這樣子 我也做不到 對 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講 你要有這個觀念 所以有時候拉回 認了 一定會有的 這拉回過程 你有沒有損失很多 你不要啊 一個拉回 你的賠掉了五成 六成五成的 那如果有時候拉回是損 就是說 你可能還沒賣 可能損失只有十%左右的話 都ok啦 因為一漲下來 機會又是你的 這樣懂個意思吧 機會搞不好就是你的 就是說 你那個心態是這樣子的 但是 一定會有拉回 保持樂觀的心裡面 保持樂觀的心裡 對不對 然後去迎接他 所以我為什麼這樣講 我認為一到四月長 五月就是會拉回 拉回無度多掛 我不是說五月份一定會拉回 但是我跟他講 一到四月長 五月拉回是合理的 說不定五月長的話六月拉回 都合理的 但是什麼時候出現 沒人知道 這一次的出現就是 有一個人叫川普 他突然間三更半夜起來 發文說他要磕中國關稅 對 我有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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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啊 投資朋友 我們這樣講 如果是郭董 郭董就說 可能會造成金融風暴 但是我還是強調 中美貿易之戰 可能一打打十年二十年 就未來都是 所謂中美貿易戰 就是說 對於美國的態度來講 其實不願意 再讓你中國 佔我的便宜太多了 甚至我想辦法佔一點你的便利 這樣懂意思吧 所以如果第一個階段 我們說 講好了 我先讓你佔個一千億 本來是六千多億嘛 好啦 減少到先來到兩千億 或者說 那這樣好了 不然到明年再談一次 再減少到一千億 對不對 這過程當中 如果覺得說 好像你沒有遵守規矩 我們就再談 再重簽 這樣一完完十年 這個總統 川普就是沒有連任 下一個民主黨總統 也是會這樣子做 因為這一定是美國的共識了 所以當中美貿易開打 打個十年二十年也很正常 你說十年二十年都是空投嗎 不是嘛 知道的事情 不會是空投 這樣懂意思嗎 你知道這個事情 就不會是空投了 因為會有防範的策略 歷史上所有的金融風暴 都是突然間發生的 來不及反應的過程當中 去做補救的方法 2008年的金融風暴 來不及反應 他只能做什麼 做補救的辦法 就是量化寬鬆 強力的降息 補救的方法 但是呢 你現在知道說 中美貿易會越打 越來越糟糕的時候 在美國的 美國的這個 就拿出策略啦 連準會就降息 那中國呢 你找我法很麻煩 對不對 就是怕我這個5G運轉太快 乾脆 我全面5G執照 今天發出去了 今天一大早新聞啊 中國大陸 工信部直接發了 把執照發出去了 那中國就全面5G了嘛 中國全面5G了 就不怕你打好華為 因為華為自己吃 國內的訂單都沒糊啊 這樣懂意思嗎 方法很多啦 因為已經知道會發生了 他就先做好準備來等你啦 這樣懂意思嗎 怎麼可能會有金融風暴 將來哪一天的金融風暴 也不是這個樣子的啦 不是這個樣子的 而且黑天鵝指數會告訴你啊 黑天鵝指數下還在112 昨天還在112 如果真的跌到110以下的話 可能兩三個月都不會出問題 因為150以上的 150以上的黑天鵝才有問題 你現在到110 那平均值都 所謂平均值大部分的時間都在 120、130、140這邊繞 你來到130啊 130到150就比較近了 可是你現在來到110的話呢 你到150很長的一段路內 這樣懂意思嗎 你把觀念弄清楚啊 就說這裡沒有金融風暴 我認為下禮拜開始啊 台股就一波上漲了 那只要到雄 一樣繞回來 稻窮啊連漲兩天漲了700多點 快要800點 稻窮 稻窮連漲兩天 我把顏色弄深一點 可能大家看的會比較清楚 弄深一點比較清楚 這個就是稻窮 你看 你注意看喔 注意聊是季線 那五月初啊 就在這裡 比如說 來到兩萬六千點的話 得稻窮的話 因為 川普本來在這個地方 可能這個消息 大家有一點 市長有一點感覺 所以他先拉回 先拉回到這邊 對不對 然後這一根長黑棒啊 就是 就是那個啊 川普 川普 哇那個兩千億 中國關税 如果稻窮啊 稻窮來到這裡呢 不就是這個位置嗎 這一條就是季線 那季線慢慢走平了 就是說 道瓊如果回到兩萬六千點 就不沒事了 你說兩萬六千點好像很遠 沒有啊 不到五百點啊 不到五百點啊 你什麼二萬五千五 五百點多少 兩趟都還不到 這樣大家懂意思吧 所以 你 投資朋友 你把觀念弄清楚 你不會覺得那麼可怕 然後中國 他說 5G排到發下去了 他排到一發下去 5G就是一定要來了 那我們啊 台積電當然有他的問題存在 有一點我說過嘛 台積電一定要選邊站啦 我不敢問說他簽了 中美簽了協議之後 因為這個話不是我今天講的 因為 5G就變成一個 一個跟 我們手機的 是一樣的意思 投資朋友 我們的手機是一樣的 我們手機什麼意思 三星用的是安卓系統 蘋果用的是IOS系統 未來全世界可能最多 就是三大系統 一個美國系統 一個亞洲系統的華為 一個歐洲系統的Nokia 但Nokia的品質不好 所以現在的歐盟地區的話 他的心在說 我到底要用華為的 還是用美國的 大家分開來 這樣懂意思嗎 就是這個觀念 歐洲國家也不見得 會買你美國的帳啊 是不是 因為Nokia實在不怎麼樣 所以最近 Nokia的四戰大幅下降 三星的四戰大幅上來 如果中國大陸 全面商轉 而且在未來一百天當中 連印度這麼大的國家 也要用5G往後 如果大家都這樣 5G的概念股當然是最好 所以你看3324的雙紅 沒有錯啦 他沒有漲多少 其實如果是說 這樣講的話 他其實還沒有動 但是呢 他就告訴你說 這是雙紅 OK的啦 他還跟他講說 他訂單到2021年 他訂單到2021年 他下半年獲利 講的是獲利 會比上半年成長倍數 比如說這個 我又提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你看我們下載一部電影 我們當作電影只有90分鐘好了 我就當一般正常的90分鐘的電影 你現在用4G啊 手機或者電腦 下載一部電影 要15分鐘 15分鐘 可是如果你用5G來下載的話呢 你猜猜看要花多久 9秒而已啊 你就知道說那個劃時代的革命啊 你連那個1987 大家就念到一倒數啊 都不用念到10啊 就從9開始念啊 9秒鐘就下載完畢了 這種劃時代的革命啊 未來用到物聯網 用到雲端啊等等之類的 雲計算等等 都是都要 速度都很好 儲存更快 是不是 像那種儲存的快速 你看有時候你要儲存到 現在在儲存到 然後電腦再跑到一個槓 慢慢慢慢慢慢 然後58 68 89 99 對不對 以後出的是 一按下去就儲存了 你看快不快 你自己想想 下載一部電影90分鐘 都只要9秒鐘 原來可能要15分鐘 都只要9秒鐘就好了 那大家都商轉了 那我們這些5G概念股 是賺翻了 一定是賺翻的 然後呢下禮拜 再跟你透露一個消息 因為三星啊 我們內部消息已經出來了 三星下個禮拜 可能媒體就會出來了 三星要開始啊 大量的採購它的供應商 供應鏈啊 它要在產國 因為它認為 機會也來了 在中美貿易談判之下 突然間中國發了5G牌照 然後呢 三星也急著要 可能要搶這個市場 甚至中國的市場 對不對 然後開始要大幅的提高 我們供應鏈的採購量 3338的得天獨厚 3338的泰塑 五月營收稍微衰退 但公司還跟你講說 開玩笑 我六月馬上上來 它是中星通信的供應鏈 三星的供應鏈 3324的雙喉 三星的供應鏈 3338的泰塑 三星跟中國中星通信 都是5G的 因為它牌照發了 今天收最高 散熱嘛 PCB啊 你也可以做啊 你想做也可以做啊 做我的名字啊 叫頂泰不是嗎 原廠不要 不是泰塑 Ky 是不是 剛剛這泰塑4927的 有沒有 是不是上來了 快要創新高了 我跟你說這種 立基型的PCB的好處在這裡 然後再來一個問題 老師 那個比特幣 你不用擔心啦 我跟你講一件事 他說用這堂股藥 有沒有 他已經幾個月 二月份到三月 都在這個位置 那二三月份的時候 比特幣四千塊都不到 更換比特幣現在至少還有接近八千 你用這個道理就知道了嘛 所以它根本就 你說馬上大漲可能要等時間 你說喔 你說會不會再跌 不會再跌 注意我講的 還有下個禮拜整個翻轉 不要再去做傳產了啦 店子再下個禮拜 我今天看到中國大陸 把這個牌照發出來 我就知道了 一旦有股具的概念股在大漲的話 就不會有別的股票了 好加油啦 聽我說講的 那我們今天也蠻捨得的 像5410的這個有沒有 啊 那也不可以說他負責壞啦 啊我們在買的家 一國的喔 台北股市那種 漏到離離浪的 你看台北股市跌成這樣 有沒有 啊你看5410的 有沒有 是這樣 啊賺不到幾塊錢 賺不到多少啦 就算了 出掉 出掉 我跟你講國中出掉了 顯得太慢了 出掉就算了 那我們幻覺都不要再做 股票至少 這句我說過嘛 最壞的狀況 這種股票就幫你度過這一段時間 這樣多意思吧 我覺得大家加油啦 我們下禮拜要記得喔 5G概念會全面發動 端午變盤是往上的 往上的 我們用大拇指 是往上的 把握齁 那也祝福大家一個愉快的端午加減 歡迎趕快加入我的LINET 小老鼠YES528 台股新公列 祝福你 我們下周見